为何一座土山会发出怪想,好似中空一般? 古时擅长骑射的匈奴大军,为何在此摆设不中? 金银满地的古城,是夸大其词,还是确实存在? 巨大的保护罩中,又守护了怎样的瑰宝? 探访天身脚下的传奇,边在古城离宗,奏遍中国正在播出。 新疆境内 很多古城都带有神秘的色彩,您看,这是位于新疆昌籍的苏勒古城遗址。 传说当年东汉名将耿公在那里凭借几百士兵,却抵御了匈奴两万多骑兵,一年多的围攻,为而不困。 他们的粮食补给和作战工具是怎么来的呢?这一直都是一个谜。 在苏勒城不远处的一个山坡,它会发出雷骨一般的奇异怪象,当地人揣测,这应该是苏勒城军械库的所在地。 当年,匈奴在围攻苏勒城的时候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士兵所放出的箭会大大的偏离目标。 从表面开,这里与其他闪体并无二致。 然而,在方远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只要跺脚或者用石块敲击地面,就会听到类似雷鼓的声音。 而且巨大的山坡还有明显的震撼。 我们现在拿这个分贝剂来测一下,它这里的声音到底有多大。 现在打开这个分贝剂来看一看测出的分贝,响声有多大。 好。 你看,这是它的最高值,95分贝,刚刚是50多分贝。 基本上多了一倍的声音,也证明这个响波它的响度啊,它的最高值的分贝可以达到95。 为什么山坡上会出现奇异怪响? 难道地下是空的吗? 正是这一猜测困扰了人们很多年,因为它与旁边的一个古战场的故事紧密相连。 我们此次探讨的江布拉克响坡,位于新疆昌吉七台县境内,天山脚下。 历史上,这里是沟通新疆南北的咽喉要地。 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著名的舒勒城保卫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东汉名将耿公曾经在这里以数百守军抵抗了匈奴两万惊奇,打一年之久。 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然而这其中的缘由至今也没有解开。 从这儿看呢,这儿就是北城墙,对,这是北城墙,那是最高点。 这儿是西殿的城墙,来源是马沟河,那个河一直是那样流出去了。 这个古城呢,就是这个,呃,汉代这个耿公啊,他们这个,汉代这个这个西域都护府,在这儿这个整个西域都护府同中的时候嘛,修了城墙。 我们在故城残缘漫步,估计这个城的面积只比一个标准足球场大一点。 凭借着淡满之地如何对抗匈奴的数万雄兵,一些军事学者猜测,这个城池一定有地下设施存放粮草,兵器等消耗品。 那么,附近的巷坡之下,是否藏有玄机呢? 这里下,我看,也挖了一些洞,但是这个洞挖出来什么吗? 没有,没有挖出来。 什么都没有挖出来? 嗯,这个地方呢,这个以前呢,嗯,据老人说啊,这个时间很长了。 嗯,嗯,发现这一块呢,就是,无意义说呢,有些放羊呢,在这儿,哎,多久呢,感觉就,感觉下面空,嗯,有空的那种感觉。 您挖过这个吗? 挖的,这个坑都是我们挖的。 您挖的? 嗯,我们里面的放羊呢,我们这个,咱修有的呢,我们,我们那些学习哈,就挖的看,还说就是,挖不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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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不着东西吗? 挖不上,啥也挖不上。 现在,当地政府为了保护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禁止各类挖掘,但从这些被挖出的大坑可以看得出, 当地人曾经对想坡之下的埋藏,深信不疑。 书勒城建在一座山坡上,两面是陡峭的山崖,然而,另有两面却是不太陡的缓坡。 匈奴凭借两万铁骑,会一年之久都无法攻破吗? 民间传说,匈奴在这一带交战时,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他们射出的箭竟然常常会大大拼命目标,于是,人们又联想到了此地的另一个奇怪现象。 我们现在呢,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齐台县的江布拉克怪坡,大家看啊,我现在手指的方向,它是一个向上的坡道,那么在这个坡道上,我们今天要做两组实验,我们现在等于是在一个正中的位置。 这是上坡路,你看,哇,这个水在这里就停住了,完全不动,它一直在往上流,水一直在往上流,为什么呢,它为什么往上流? 这就是迷了,这就是怪坡的,它的奇怪之处。 有没有人对这个怪坡的现象净推测,什么原因? 有些人说呢,是地磁现象,有些人呢,说视觉差。 这条怪坡全长290米,进一路选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称奇的是,不论汽车还是摩托车,甚至自行车,在这里行走就出怪事。 如今,这种奇特的现象吸引来了很多游客。 怪坡怪不怪? 真是怪,刚才上岸上看这么大坡,晚上登到飞机的,突然完了。 是吧,现在上坡了,跑了。 现在开始上坡,反正不登,跑得越跑越快。 起步。 对于这种反常现象,很多专家进行过研究。 一些人认为,这是视觉误差造成的。 我们的记者用水平仪对怪坡进行了坡度测量。 王老师,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仪器来测一下,怪坡的坡度。 来,你看啊,现在我们用到这个仪器呢,它是用千锤线的这样一个原理, 电子的来感应,点开以后,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倾斜度是13到15度之间。 然而,我们通过水平仪的比对发现,怪坡的走向并没有搞错。 那么,是什么造成水往高处走,车向高处滑动的呢? 难道如另一些人猜测,真有强大的磁力,以致让匈奴无法施展,摆发不中吗? 您看,这张图啊,是红路拉斯的玛雅金字塔。 传说在玛雅古城辉煌时期,城内遍地都是黄金。 这是中国新疆昌吉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 许多年之前啊,这里就流传着千金万银宝藏遍地的传说。 大批外国探浅者来到这里寻找宝贝,然后一箱一箱地运回他们的国家。 您看,这就是村民从那儿捡到的铜钱。 铜钱的正面是通宝,而背面呢,却著有速特纹。 这种铜钱可是世间少有的。 那这座古城运藏着怎样的宝藏? 又是谁建了这座城池呢? 据说在这茫茫戈壁能挖到宝贝。 最早在这里寻宝带是俄国人。 他们把一箱一箱的宝贝拉回了国。 我们能找到什么宝贝呢? 这个看似动物巢穴的地方,里面似乎很深。 这里面全是木头。 记者竟然探到了一个半地学房屋。 显然,这是近代老百姓建的。 这里不像是有宝贝的地方。 这是原来就挖下的一间房屋。 这是一个房子。 是一个房屋。 这个墙子真够厚的,能挖这么深的一个房子。 我们在一处墙体上发现了一座两居式的房子。 储物柜也是清晰可变。 这是房东县,壁图。 顶上的是上木领的。 这种是什么年代时候? 现在末期那个时期,曾经有一批汉族人从昌基那边迁移到这儿来了。 当时迁移来,他们修房都来不及,也赶不及。 来去旧地,就这样了。 有木材,买上木材了,就在城墙上面,挖上坎,把木领子上上,他就把房子修出来了。 一百年前,无处安身的人们利用原有的城墙建设房屋。 成本不高,冬暖夏凉。 从此在这里定居。 城墙上不同形状的房屋随处可见。 但是,在这些房屋里并没有发现什么宝贝。 据说,之前在这里居住过的农民有所发现。 经过几番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曾在城墙旁边居住过的破城子村村民蔡吉刚。 他给我们介绍了城墙百年来的面貌。 我住的那种就爬来不堪,那种子,反正住在城墙边上住的。 城墙破坏的也很,人也多。 你们在那住了多少带人? 他们那都十点了。 是的。 蔡吉刚告诉我们,他的祖辈过来之前,这里的人数并不多,只有几个大户。 也就是说,俄国人来这里挖宝石,这里并没有太多居民。 那这些宝贝是谁留下来的? 这里最初的主人是谁呢? 那你们过去传说那是个什么地方? 我就传说就是一个古城墙,就是一个城墙墙。 也知道是什么? 知道呢。 你知道是干什么的? 知道唐朝也成,唐朝也成。 据考证,唐朝为了保证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商贸往来,在这里修建北庭都护府,并派一万五千的大军驻守。 著名的诗人陈申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这里写下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鲜古名句。 既然这里从事思路要道,俄国人能挖到不少宝贝,那蔡吉刚有没有发现什么宝贝呢? 读人陈申人 从唐代开始 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 北庭故城都是天山北路的第一大中心城镇 在丝绸之路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规矩 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城池中的瓦当 桃水广道 墙街上的龙头市 种种迹象都透露着北庭的繁盛景象 原来这整座城池就是最大的宝藏 而如今先进在古城中 没有千万盛开的梨花 没有千金万银 去而代之的是残缘断壁 野草丛生 壮观的北庭故城会于一场战火之中 但是一群有经验的洛阳考古工作者 他们在对北庭故城进行勘测 尽可能地展现它原来的壮阔 古城这壹子嘛 看看这个古城这离子 就是这些地下还有些什么 或者这个底下坑有多少 行路有多少 城墙这个行路路 河道 就通过看这些土 看哪些是河道 哪些是路 哪些是城墙 哪些是房屋的基质 哪些是灰坑 是不是 现在我们只能凭借这小小的洛阳铲 判断它原有的布局 以便更好地了解故城昔日的风貌 虽然听说过洛阳铲这种考古工具 但并没有亲自使用过 记者看工作人员正用它忙碌着 忍不住也想试试 这个关键环节是什么 就是这么往下要用劲吗 还是自然落体上下 用点劲 用点劲 打三下 拔一下 三下 一 二 三 然后拔出来 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 生物货土 这个说明是熟土 熟土对 这是熟土 熟土的意思是 就是人类翻动过的 人类动过的土 动过的土 生土就是原始的 维艰动过的 只要打到生土村上 那就按常规 不想下打了 没必要打 北庭故城 南北长一千五百米 东西宽一千二百米 整个城市的残院断壁数以百计 很多城墙高度超过七米 这些完全有黄土夯住的高墙 历经千年 为什么还能这么结实呢 墙上的小洞 揭开了奥秘 这个很深 这等会儿捞出一条蛇出来的 那真很 这也十九呢 太厉害了 原来 这些城墙上留下的洞 是古时候 人们坐墙体时 穿任木用的孔 经过两千多年岁月的洗礼 任木已经腐朽消散 而现在 这些洞里 却进入了新的生命 这里面好像还真有点东西 这里面全是那个 这个鸟吗 这是个鸟窝 这里面还有任务 这是个标准的鸟窝 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是他们做城墙加固 他们做城墙加固测试干湿度的 这个东西插进去 然后还有仪器要从这里捅进去 才能测试 是不是这个意思 工作人员利用着小小的胶皮管 测试每一段城墙的干湿度 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态下 继续屹立不斗 几百年来 无人问津的城池 现在却被工作人员小心伺候着 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 对北亭故城进行修复 让北亭昔日的辉煌重现人间 这是秦始皇兵马俑 是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而他的那层保护罩 也是中国最大的保护文物古迹的建筑 在新疆昌吉的北亭故城边上 也有一个类似的建筑 您看就是这个 他的保护规模可是仅次于兵马俑 那如此大的建筑之下 会不会也保存了像兵马俑一样的神秘兵团呢 这是开门建山 好像是建造一个山了 这个是山吗 这就是西四一指的本体建筑 您是说这是一个人工的建筑 整个是用土坯建筑起来的 这座土山被埋葬了六百年 直到一九七九年 一直驻基木萨尔县的部队进入此地 这座山的真相才被击开 最开始发现这个西大寺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时咱们部队在这个地方准备挖猪圈 结果呢挖出了一个精美的壁画 专家们发现壁画的技法明显是唐代的风格 而且还是采用黄金粘贴的方式来装饰壁画 这样的工艺只有皇家寺院才有可能拥有这样的规格 而北亭故城是唐代北疆的最大都市 会是唐朝建立的寺院吗 好像还能看出字啊 对这是汉文体系 这是汉文是吧 汉文体系 并不是探某种民族文字或者什么 佛刊上最早出现的是汉文 高昌回湖韩国的文字是之后加上去的 根据佛刊上的汉文体系 这座寺庙是唐朝真冠年间所建 是北亭都护府的附属建筑 到了唐末 高昌回湖韩国建立时 人们皈依佛教 并继续沿入西大佛寺 之后西大佛寺就成了皇家寺院 皇家寺院的佛像怎么会失去头颅 在距离西大寺25公里的地方 有个千佛洞 寺庙洞窟中仅尊有几十尊泥塑佛像 但是据说 这里原来藏有的千座小金佛 却突然全部丢失 难道这与细节西大寺的是同一伙人 实际上在历史上重大的一次 这个社会变革当中被损毁的 也就是说 那个时期这个地方的佛教 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距今七百年前 蒙古后裔查河台韩国 与土著居民发生宗教战争 西大佛寺众多佛像的头颅被砍 整体被掩埋了 于是一个巨大的庙宇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山丘 但恰恰是因为这个完整的填埋 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以前建造的佛教庙宇 竟然和今天有着巨大的差别 我的感觉跟咱们现在庙里面供的菩萨 好像这个服饰啊 形态啊 都不太一样 对 历代的佛像艺术 主要的区分 在服饰着庄的区分上 它的这个变化比较大 是因为你想 早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它都是带有了原印度佛教文化 艺术风格的主体 印度瓦拉纳西 直到今天 这里还是不同宗教的共同圣地 2500年前 释迦牟尼在这里完成第一次步道 向五位弟子说出了他几十年 对世界的思索 这标志着佛教的诞生 此后 这种新兴的宗教开始向四周传播 大约用了500年的时间 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在唐代 中国佛教渐渐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佛寺的建筑艺术和雕刻技术也已经成熟 在唐朝派兵建立北平时 就把带有印度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之后的佛教文化带到了西域 再来看一看这个洞窟 这个洞窟最有特点的是什么呢 最有特点的是这一双脚 你们看看这个脚 每一个脚的脚指甲 专家说就管这一个脚 都是经过几次加工而做成的 所以他这个佛教 焦脚佛 咱们现在已经并不多见了 古代的工匠 为什么会让一尊佛像做出这种两腿交叉 脚尖相对的悠显姿势 这是不是反映了当时四周之路上某种流行风 西大寺是迄今新疆地区仅存的一处佛教文化艺术宝库 它的艺术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面对这样的瑰宝 工作人员也少不了一些特别的保护措施 每个佛像都有专属的体温计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是轮控监测 就是干湿度监测 它就是说扎到里面 然后监测这个内部的湿度 是怕它太湿了还是太干了呢 就是测它的干湿度 要合适 测它的干湿度 一年四季 它的干湿度 在那几个月上 哪个时间上 它保持是怎样的数据 当盐浅从地下一点点渗透上来 墙体和佛像会慢慢地碎裂崩塌 如何拯救它们 如今考古修复专家 每天都在进行着全国会诊 这个呢就是北平西四 遗址的一个环境监测 它这个灯的显示呢 主要就是说明它的那个环境 已经达到一个预警值 它就代表一扇一扇的 而类似呢就代表它属于 正常范围监测的台阶数据 旁边有一个机房 全在一个机房里面 数据库出现了 最后呢和东黄那边的一个 整个数据中心 全部连接起来 可以达到一个 整个数据的一个动静 除了对文物的细致监测 西大寺的这层保护罩 也是经过专门设计 是南北跨度约97.5米 东西长65.3米 高24米的刚垢斩平 它的窗户可以使空气 有效的对流 能降低空气中的湿度 对文物的保护有很大帮助 除了北亭固城 新疆境内还有其他两座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都市遗迹 这是其中之一 焦河固城 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 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 也是地域最高的军政机构 安息都顾府的所在地 这是高昌固城 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的部队所建 也是统治千山南部的政治军事要地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无数边塞诗人 涌唱过这些苍凉的西域古城 那些貌不惊人的土堆下 埋藏的历史和文化 也许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